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是SABA95的Vagon車款 然後是要改裝了KT的避震器 那避震器的話呢 已經安裝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的後避震器 後面的話已經安裝完成了 後面的話 KT的話是高低 統身可調 並不會壓縮到彈 上部的部分的話呢 這台車的結構設計 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KT的阻擬條繩 在避震器的上方 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是後面 先後面 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呢 拆下來的話 原廠的避震器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KT的 然後上座的話 我們有護上座 原廠上座壞掉的話也沒關係 我們有護上座 KT的話是統身可調 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順時針的話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主尼的話呢 一共有30段可以調整 那這個上座的設計呢 也是用用料也是用 日本的KOYO軸層 因為前面的輪胎已經裝上去了 所以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這是 改好了 裝上去的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呢 所有的東西都不需要 前面的話呢 就不需要再用了 前面的話呢 拆下來 這個拆下來的話呢 這個是原來的Saba的 H的 再配上 Saba琴 Aiba 代工的短暗化 所以這個有一點疲乏啦 所以前面的車高剩大概半十幅 後面剩 後面剛好大概也剩半十幅左右 這是前面的齁 前面是245 3519 後面的話是235 3519 剩下右後還沒有裝好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師傅安裝的狀況 這是後面 後面的話呢 上座有4顆螺絲 然後再加上啊 手幅的這個地方 這裡有1顆螺絲 就可以完成後面避震器的拆裝 Saba 95的Wagon 這是Saba 95的Wagon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KT的憋憑好剛剛有介紹過了 是高低呢 軟硬都能調整 日後的話呢 也能夠維修 OK好 這個是一些安裝的錄影的分享 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